说一个女生看起来比较文静 难道她就很不乐吗 走向把弹女军的岗位 我才明白 其实女军在战场上 也无限的可能 我们在战斗岗位上 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很帅 很酷 加油 我之前是通信专业 对导弹这种专业 根本就不清楚不了解 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听说要组建一个女子导弹牌 然后我就特别激动 我就给我们领导听听到这 我要去导弹点 我要去导弹点 如果也是那种接电话之类的 会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不一样的跟别人 但是从来没有想过 女军还会跟导弹这个道路 整个集团圈 第一批女农 哇塞 去学这个专业就觉得好酷啊 但是我们刚来的时候 只能卡五分钟 我只有一米五八 但是这个装备有一米六 我说怎么这么沉 直接割到你的骨头 当时有个男班长 开个玩笑说 他说你要能坚持三分钟 他就我算理你了 我说不就三分钟吗 然后我在那一分钟 不行吗 两分钟开始抖了 就是扛到自己恶心头晕 身体就是很疼痛 手已经麻木了 就感觉马上就要晕倒了 那个时候每个人兜里都插了很多很多的窗口贴 真的有被手被刮烂的都有 就是能流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血 就别人不练的时候 我就一直练 练到我们班长 就是教我们训练的班长嘛 让我停我也不停 我下来之后他们说脸色都已经变白了 但是大家都为了说早点能够及格 早点能够适应它 就唱个天一帖 继续续续练 妈妈可能会觉得 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心疼吧 但是我跟她说没事 我觉得很酷 我说自己选的路 怎么着我也得走完 我们作为首冰军导弹兵 我又是第一个上的 也带着男兵的质疑的目光 和战友们就是期待吧 就是走上了那个阵地 他们都说 蘑菇云在天空中爆炸的样子很帅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打出一朵蘑菇云来 好紧张啊 前面人都打得很好 我是到我这儿万一掉链子怎么办 我就跟我的副社主说 我说我不紧张 然后他也在附和我说 你不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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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中了 他们这队欢迎我的时候 就是要让他真的打中了 大家都在欢呼 班长你打中了 你直接把把镖打爆了 我所付出的努力 没有白费 穿上军装的那一刻 我先是一个军人 再是一个女生 再是家里人的女儿 觉得为什么女兵不能上战场 为什么只有男兵能上战场 在战争来运的时候 大家都一样 我当那一天来运 那我肯定是义不容辞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一样 毫无保留 毫无反顾 导弹女兵 勇敢冲动 啊